寻求竞选连任的马英九总统今天也参加了复联会举办的国庆联谊查会 他提出了妇女政见的成效 希望巩固妇女票源 五都选后已经很久没有和马英九同台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今天也出席了 呼吁共同支持马英九连任 以实际的抚选行动破除外界连马不合的传闻 妇女联合会在台北举行的建国百年国庆联谊查会 五都选后已经很久没有同台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正和马总统 难得出席同一场合 案例把院长王津平一起坐在台上 互相寒暄问好 为了争取妇女选票 马英九致辞时宣扬她的妇女政策 包括有新的育婴假 未来还考虑实施安胎假 马英九还说她和复联会关系密切 外传对马总统有意见 许久没有和马总统同台的连战 以实际的抚选行动来破除外界的传闻 我们需要一个很杰出优秀的领导 对我来讲 马英九先生应该受到大家的支持 我们全力的让她高票当选 一场复联会的查会成为争取女性选票大会 看来国民党对于民进党打出台湾第一女总统的口号 不敢忽视 展现团结的力量 希望新意女性的青睐 记者黄佩珊 郭俊玲台北报道